八岁那年,爸爸在工地打工,被掉落的钢筋砸死,妈妈带着赔偿款和我改嫁村里的单身汉王强。 妈妈对我说:「沁儿,你王叔是头昏,妈妈一个带着脱油瓶的寡妇能嫁她算是高攀了,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听王叔的话,把她当成你的亲生父亲。」 我不懂什么是脱油瓶,也不明白什么叫高攀,只是拼命点头。 因为出门前一碗奶奶也一再叮嘱我以后要听话,所以我脑海里只有两个字——听话。 王叔带我不错,每次上街都会给我带回来一包旺旺小小酥,我在同村小朋友艳羡的眼神中接过并开心地吃起来。 妈妈总是称怪,你这样会惯坏她的,眼里却不满笑意。 王叔将我抱在怀里,就这么一个女儿,不惯她惯谁。 十岁那年,弟弟出生了,妈妈说现在家里多了弟弟,开支大了,弟弟小,一切先紧着弟弟来。 从此以后,王叔每次上街回来,手上定会拿着一份属于弟弟的礼物。 而我在没有尝过旺旺小小酥的味道,更没在生日当天吃过属于我的生日蛋糕。 因为弟弟比我早一天过生日,每年都是提前一天,和他一起过。 高三那年,王叔骑摩托车摔断了腿,医生说至少要休养半年。 家里失去了重要劳动力,没有收入,妈妈来学校找到我。 对我说,你王叔受伤了? 我一个人实在养不活一家人,我托人在城里给你找了份工作,你明天就去。 可我马上要高考了,我钻紧衣脚,小声说,能不能等我高考完再去? 不能,就半个月,给我半个月时间,高考完我立马进城打工。 我努力了这么久,不想就这样放弃。 妈,我求求你了。 就算我能等,你王叔也等不了,每天要那么多医药费,哪儿去弄? 还有小伟,之前答应了暑假给他买机器人,你不去打工,哪有钱给他买? 于小沁,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? 我爸当年的赔偿款呢,不能先拿出来应应急吗? 那是留给小伟以后娶媳妇的,你想都别想。 可是,妈妈历生打断我,没什么可适的,你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,就算让你参加高考也考不上,何必白白浪费时间? 我已经跟人说好了,你明天必须得去。 妈妈强硬地拽着我便往外走,被迎面走来的班主任撞了个正着。 在班主任和校领导的轮番劝说下,妈妈总算同意我参加高考,但也放出狠话,说既然是学校强行要我参加高考,我以后的费用都由学校承担,他不会再给我一分钱。 班主任将纸巾递给我,拍着我的肩膀安慰,你只管安心参加高考,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。 我以全校第三的成绩被N大录取,班主任和校领导为我争取来一笔资助,每年五千块钱。 第一年资助的钱刚到我手里,还没午热便被妈妈抢了过去,你王叔该交医药费了。 这钱我先拿去用。 我听说大学可以贷款,到时候你申请贷款,反正也不要利息,你毕业了再慢慢还。 还有,你暑假打工应该也攒了一些钱,你弟弟生日快到了,你当姐姐的给他买个机器人当作生日礼物,剩下的就留作生活费,我也不问你要了。 望着妈妈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,心里的苦涩就像海浪,一波接一波,将我淹没。 临行前一晚,妈妈忙着给小伟过生日,留我一个人收拾行李。 睡觉前,妈妈说,今天你弟弟玩累了,明天你走的时候轻一点,别吵醒他。 还有,我明天要陪你王叔去医院换药,就不送你了。 可他忘了,明天是我的生日。 生日当天,我拖着暑假打工时老板送我的行李箱走到村口,看到奶奶和小叔站在那儿,小叔的脚边已经有了两只烟头。 我猴头突然一紧,哽咽着喊了一声音奶奶,小叔。 奶奶走过来,递给我一个用碎不锈的袋子,那是他平时装钱的袋子,都舍不得打开的。 小沁,一个人在外面上学,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 我回握着奶奶枯瘦的手,使劲点头,顺便将钱贷还给了她。 奶奶,我妈给了我钱。 奶奶看破不说破,你是我们瑜伽第一个大学生,为我们瑜伽争了光,这钱是奶奶奖励你的。 我,小沁,拿着,不然你奶奶回去又该跟我闹脾气了。 小叔说话的同时,递给我一个皱巴巴的红包,上面写着喜字,估计是谁家嫁女儿给他送的红包纸,一直留到现在。 今天是你的生日,又是你去上大学的日子,小叔也没什么本事,只能给你这么多。 不,小叔,一定要拿着。 小叔强行将红包塞到我手里,左手伸进衣兜里掏了掏。 你婶婶给你煮了两个水煮蛋,还热乎着,快趁热吃。 老姨被说生日当天要吃圆圆的水煮蛋,意味圆满,可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吃过了。 走路到镇上坐到城里的大巴,再坐公交车到火车站,辗转大半天,终于赶在检票前进了站。 火车上,我将奶奶和小叔给的钱拿了出来,看着那有一张张一块,五块,最大面值也就二十块凑齐的两百,憋了一路的泪水再也忍不住,流了下来。 闭上眼睛,浮现在眼前的是奶奶拱着背在地里浇灌蔬菜,一步步将蔬菜背到镇里,跟人讨价还价的身影。 小叔给的红包里,竟然有五百,够他家一个月开销了。 三十二个小时后,我出现在恩大门口,这一待,就是两年半。 寒假在即,看着室友们纷纷订票,准备回家,我终于忍不住,拿起手机给妈妈打了电话。 妈,这个月月末,我们就考试完了,考完时我就回家,你不要担心我。 回家做什么?买票不要钱吗?我买硬座,学生票打五折,合下来也就一百多。 一百多也是钱,你有这钱,浪费不如给你弟买件新衣服。 对了,前两天,你弟看上一个平板,两千多,你寒假打一个月工,差不多够了。 望着被挂断的手机,虽然一遍遍在心里说早习惯了,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 小四,你又不回家吗? 老三的声音传入耳朵,我连忙擦了一把脸,将眼泪收回。 前两天刚找了份寒假工,不回去了。 老大说,要不你去我家过年吧,车票钱我出。 我刚想说不用了,就听老大说,我妈包的饺子可好吃了,难道你不想尝尝吗? 我当然想,连续两年过年,我都是一个人在学校宿舍吃泡面,几乎快忘了妈妈包的饺子是什么味道了。 老二接着说,今年在老大家过年,明年去我家,后年去小三家,我们大家轮流过。 后年我们都毕业了,毕业了也去你家过年,你别想来。 我没想来,跟你们说多少次了,我是老三,不是小三。 老三都起嘴,义正言辞地反驳,却瞬间被老二灭了威风。 对我们来说,小三老三,没区别,反正都是你,小三更顺口。 又不过老大,我乖乖跟他回了家。 他家在市区,一百四十平米,四十两厅。 老大父母都很和善,许是提前听老大讲过我的情况,老大妈妈看我的眼神多了一丝心疼。 老大妈妈拉着我的手,亲切地说,来到这里就跟自己家一样,千万不要客气。 谢谢阿姨。 三十晚上,吃过晚饭,我和老大妈妈一边包饺子,一边看春晚。 老大妈妈撇了一眼窝在沙发上啃苹果的老大,说, 小沁真情快,不像某些人,成天吃了睡睡了吃,都快长成猪了。 老大不服气地反驳,再好也是我的小四,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 还有,就算我长成猪也赖你,谁让你把我生成这副德行。 你看你看,我说一句他能说十句。 老大妈妈又好气又好笑,我跟着笑得同时,又羡慕不已。 这样的家庭氛围,我已经好多年没感受到了。 电话铃声将我的思绪拉回,我看了一眼来电,嘴角忍不住弯了起来, 印象中这是妈妈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,她还是关心我的。 妈,新年快乐,快乐个屁。 妈妈粗鲁地骂声从听筒传来,与这边和谐的氛围格格不入。 我连忙关掉扩音,尴尬地拿起手机,跑向卧室。 于小沁,我问你,让你给你弟买的平板呢? 妈妈怒声质问,什么平板? 话出口后,我才想起,妈妈之前好像说过要我给弟弟买平板来着。 因这段时间一直在老大家,成天感受着他家极其好的家庭氛围,我把这事给忘了。 你弟因为你没给他买平板,现在跟我闹绝食,与小沁,我告诉你,你弟要有个三长两短,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 三天之内,把钱打过来,听到没有。 没听到。 老大不知何时站在我身边,拿过我手机,对着话筒,说了起来,你儿子要平板你,自己不会买吗? 你有本事生儿子没本事养。 凭什么要我们小四帮你养? 小四现在也还是个孩子,你们疼爱儿子,凭什么就要牺牲女儿? 成天张口闭口就是钱,你们有关心过小四吗? 有把他当成你们女儿吗? 你,你是谁,敢这样跟我说话,与小沁呢? 把他给我叫过来。 妈妈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,不用脑袋都能想象出他有多生气。 我是小四,也就是你女儿与小沁的室友兼老大。 小四现在正陪我妈看春晚,没空跟你说话,就这样吧,挂了。 不给妈妈继续骂人的机会,老大真的挂了电话,顺便把手机关机了。 下次接电话这种事找我,我很乐意代劳。 老大将手中的冬枣塞进我我张大的嘴里,一把揽过我肩膀,走,看春晚去。 第二天,我主动给妈妈打了电话,想跟她解释一下昨天的事。 妈,昨天,昨天是妈妈不好,妈只是想着小伟一天没有吃东西,却没有问过你有没有吃饭,过得好不好。 小沁,这些年,妈妈一心扑在小伟身上,忽略了你,对不起。 鼻头忽然酸涩地厉害,我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却发现无法一出声。 妈妈的声音继续传来,昨晚我跟你王叔算了一下,你也有两年多没回来了,我们都挺想你的,你买票回来吧。 大过年的,你待同学家里也不合适,就算同学一家不说什么,咱们也不能不懂礼貌。 你真的要回去吗? 见我收拾好行李,老大问。 嗯,两年多没回去了,我挺想我妈,奶奶和小叔一家的。 既然你决定了,我就不强留你了。 说话间,老大递过来一个袋子。 这是什么? 我爸在公司年会上抽的平板,家里没人用,正好便宜你那弟弟了。 还有,这些东西我们家都用不上,带回去给你妈,你奶奶,小叔一家,正好帮我家藤弟儿了,懒得我在下楼扔掉。 老大语调轻松,我心里却无畏沉杂。 那些东西包装都没拆,全是新的,怎么可能用不上,只不过,不许拒绝。 你要是觉得心里过意不去,等你以后挣大钱了十倍百倍还我。 老大一巴掌拍在我肩上,把我的眼泪给拍了回去。 我吸了吸鼻子,想得挺美。 我这叫有投资眼光,我早就看出来小四你是之前利谷,以后肯定能成大事,不然我对你这么好干嘛,我又不是慈善家。 老大家在隔壁省,慢车要八个小时左右。 为了早点到家,我破天荒买了快车,赶在傍晚时分到了家。 妈,王叔,我回来了。 啪! 我兴奋地喊声,没有迎来妈妈热切的怀抱,反而觉得脸上一阵巨疼,火辣辣一片。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,居然还有脸回来,看看你把你弟害成什么样了。 说着,王叔愤怒地扬起手,又要朝我脸上招呼,这一次,我没有再傻乎乎地站在那里,任由王叔打我,侧身躲开了。 王叔用力过猛,又扇了空,加上之前摔断腿后留下的后遗症,重心不稳,眼看着就要往一旁道去,我妈及时扶住了她。 妈妈瞪着我,语气充满责备,与小沁,你怎么能推你王叔呢? 你不是不知道你王叔腿脚不好,还有让你给你弟弟买的平板呢?买没有。 我不可置信地看向我妈,心里像灌满了柠檬开水,又酸又皱。 我一直以为,我妈不管怎么偏爱小伟,心里或多或少还有我的位置,她还是爱我的。 现在看来,这些都是我的自以为。 王叔打我她不吭声,我碰都没碰到王叔却被她责备成这样。 在她心里,我这个亲生女儿还不如她二婚的老公。 或许她,王叔和小伟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,而我只是个外人。 我恍惚之际,我妈一把拿过我的行李箱,试图打开,密码多少。 不用看了,我没买平板。 没买算了,你给我钱,我明天自己上街去给小伟买。 那天,我看了,两千七百八十八,你给我三千就行。 我没钱。 你去住的那个同学不是在市里吗? 他家应该挺有钱吧,你怎么没管他借点? 看着我妈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,我冷冷地扯了扯嘴角,再有钱也是人家的, 他们能收留我过年就不错了,凭什么借钱给我? 既然你没钱,那还回来做什么? 王叔大声吼道,原来这才是叫我回来的目的,以为我去了有钱的同学家就变成了有钱人,说什么想我都是假的。 强忍泪水,我拉着行李箱转身就走。 行,我走。 你去哪儿? 我妈问。 回学校。 天快黑了。 我以为我妈要留我,结果她接着说了一句,要不你去你奶奶家住一晚,明天再回学校,这样我放心些。 我知道了,大过年的闹成这样,我怎么可能去奶奶家让她担心? 本打算先到镇上住一晚上,明天再回来看奶奶,却在村口碰到了拉货回来的小叔。 小亲,你去哪儿?我还没想好理由,就听小叔说,你奶奶前两天还念叨你,说你好几年没回来了,也不知过得好不好,回来得正好。 走,去我家,让你奶奶好好看看你。 小叔一边说,一边拿过我的行李箱往三轮车上放,把我要说的话全部堵了回去。 上车,我载你回去。 谢谢小叔。 我跳上小叔的三轮车,跟着他来到他家。 早上起来就见蜘蛛在灶台前爬来爬去,我还一直想,究竟谁要来?原来是小沁回来了,快进来坐。 小沈停下桃米的动作,笑着招呼我。 新年好,小沈。 今晚多弄两个菜。 小叔交代着。 小沈笑着瞪了小叔一眼,还用你说。 说着,又往桃米盆里加了一盖米。 小沁,你可回来了,快让奶奶看看你。 奶奶,两年半不见,奶奶消瘦了不少,被野比之前更妥了。 我的心里忍不住涌起阵阵酸涩。 晚饭后,小沈有些歉意地看着我。 小沁,你看我家就三间屋子,今晚得委屈跟奶奶一起睡了。 不用这么客气。 小沈,我喜欢跟奶奶一起睡。 小叔家不富裕,自从爸爸去世后,小叔便没在外出打工,靠务农为生,时不时用三轮车给人拉货挣点钱。 这就是他们家的全部收入来源。 现在,村里大部分人都盖了两层的小楼。 小叔家还是以前的小瓦房。 三间屋子,奶奶住一间,堂弟住一间,小叔小沈住一间,小叔,小沈,大过年的,我也没给你们准备礼物。 这些给你们,希望不要嫌弃。 我把老大给我的那堆东西全部拿了出来。 你这孩子,客气什么,这些得花不少钱吧。 我同学给我的,没要钱。 我拿出平板,递给上高中的堂弟,这个给你,查资料用得上。 这是平板。 小叔看了一眼,忙还给了我,这个你还是拿回去给小伟吧。 不用,小叔,小伟还小,用不上。 看来你还不知道。 怎么了,小叔? 听说小伟为了逼你妈给他买平板,年三十在家里闹绝食不成,又威胁村里的二胖回家偷钱给他,被二胖的爸爸发现了。 狂扇了小伟几巴掌,脸都肿了。 为这事,你妈和你王叔跟小胖的父母大吵了一架,现在村里都在议论这事呢。 原来是这样,怪不得今天回去没有看到小伟,估计是脸肿了,不好意思出门,可这又不是我造成的,凭什么把错怪在我身上? 我又不是他们的出气筒。 我坚持把平板给堂弟,小伟要买平板那是我妈他们的事,这个是我给堂弟的,他比小伟更需要平板。 小沁,奶奶对不起你。 睡觉前,奶奶抓住我的手,重重叹了一口气,如果早知道你妈这样对你,当初你爸的赔偿款属于我的那部分就应该自己拿着,不给你妈。 哎,我当时就想你还小,到处都要用钱,把这钱给你妈,让你们娘俩的日子好过一些,没想到,如果我自己拿着那笔钱,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 我妈不仅拿着属于我的抚养费去养她二婚生的孩子,连同奶奶的那份也拿了,想想这些年我过的日子,心里说不难过是假的。 我紧紧抓住奶奶的手,安慰,没关系的,奶奶,不管怎样,我长大了,还有一年就毕业了,等我工作了,就有钱了,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 对,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 第二天,在小叔家吃过早饭我就走了。 不能再回老大家,更不能回我妈那里,唯一的去处只有学校了。 还有半个月才开学,我不能一直在学校待着等喝溪北风。 我联系了之前招寒假工的负责人,对方告诉我正好有份超时促销的工作,之前的寒假工嫌累,不干了,问我要不要去,我想都没想,直接答应了。 对此刻的我来说,只要有工作就行,不挑。 在超时站了一天,我拖着酸痛的双腿刚回到宿舍,屁股还没挨着凳子,兜里电话响了,掏出一看,是我妈打的。 犹豫了两秒,我还是接了起来。 于小沁,你个白眼狼,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,你倒好,现在翅膀硬了,有本事了,就去孝敬别人了,早知道当初一把掐死你得了。 我妈的骂声透过无线电波传来,快要将我的耳膜刺破。 我脑袋微微一转就明白了,我妈肯定听说我给堂弟平板的事,心里不平衡。 你养我?想到奶奶说的话,我不有冷笑一声,如果我没记错,我爸的赔偿款足够我花到大学毕业,这还不算奶奶的那部分,可你呢? 这些年,我吃的是小伟吃剩的,穿的是别人给的旧衣服,大学的学费是自己贷的款,生活费是自己兼职挣来的,这就是你所谓的你养我。 瞧把你委屈的,我是让你冻死了,还是饿死了? 你是没让我饿死,也没让我冻死,但你也没让我过得多好。 那你想过得多好,像小伟一样? 你是女儿,小伟是儿子,你跟她能比吗? 我是女儿怎么了?我是比小伟少调胳膊,还是缺调腿了?她能做的事,我哪一样不能做到? 儿子能传宗接代,能给我们养老送终,你能吗? 大过年的拿了好东西回来,竟去孝敬别人,我真是白养你了。 我想说,那不是别人,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奶奶和二叔,是在我考上大学时,自己都过得紧巴紧巴,还给我塞钱的亲人。 我妈永远都不会知道,当初奶奶和二叔给的那几百块钱,对刚进入大学的我有多重要。 话到了嘴边,又咽了回去。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,做了个重大决定,既然你觉得养女儿没用,养儿子好,以后有事就找你的儿子,别再找我。 说完,我直接挂了电话,打开饮水机,准备烧水泡面,我妈又打来电话。 这一次,我没有接,我不接电话,不代表我妈会就此打住。 在连续打了十几个电话后,我妈改为发信息,看着手机里一条比一条骂得难听的信息,我连吃泡面的心情也没了。 简单洗漱一番,躺到了床上。 虽然一遍遍在心里告诉自己,早已习惯了,眼泪还是不争气地不停涌向枕头。 第二天上班,经过营业厅时,我调转方向,走进去,将手机里的电话卡拔出来,重新办了一张,跟我妈再无联系。 大四毕业在即,宿舍里开始讨论毕业后的去向。 老大说,我这人也没追求,事业啥得跟我也不亲,所以我决定回家,接受我爸给我安排的工作,混吃混喝等死。 哦不,等嫁人。 又凡尔赛了不是。 老二翻着白眼,一脸羡慕极度恨。 老大的爸爸是国企的高管,他毕业后直接进他爸的单位,他嘴里混吃混喝的工作是我们挤破脑袋都不一定能进的。 没办法,谁叫老大有这个资本呢? 老三拍着老二的肩膀,问,你呢? 老二? 阿伟要考研,我打算留在这里陪他。 阿伟是老二的男朋友。 老三脸上的嫌弃毫不掩饰,嘖嘖嘖,瞧你那没出息的样,这辈子注定当舔狗。 老二不服气了,我当舔狗怎么了?总比你一辈子当单身狗强吧。 纠正一下,我不是找不到男朋友,是不想找。 没区别,横竖都是单身狗。 你,住了四年,你俩吵了四年,没吵够吗? 老大站出来,将跑远的话题重新拉了回来。 你俩呢,毕业后有啥打算? 我说,看工作吧,哪里有高工资的单位要我,我就去哪里? 小四,带上我一起。 你不回老家? 我爸妈最近在闹离婚分房子,我回去可能连家都没了,不回去。 又是一个可怜的孩子。 我双手用力握住老三的手,像找到了知音。 老大提议,鉴于我们即将各奔东西,今晚我们去吃火锅,然后通宵,KTV,我请客。 老二欠抽地接过话,最后的晚餐吗? 三双眼镜齐刷刷地看向他,无语道,你说是就是吧。 一顿酣畅淋漓的火锅下来,不知是因为高兴还是难过,老二和老三都喝多了,唱歌啥的没法再进行。 我和老大一人掺一个,将他俩弄回了宿舍。 躺在床上,老大小声问我,你想不想,进我爸的单位,想的话我跟我爸说一声,他多弄一个人进去,应该不成问题。 我拒绝了老大的好意,我想先自己闯一闯。 末了,补充,等哪天我混不下去了,再来投靠你,到时候不准嫌弃我哈,我才不给你当备胎呢? 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拿老大,你当备胎,几番面试下来,我被京市的一家上市公司录取,管陪生,从最底层做起。 之前说要跟我一起闯荡的老三,在大醉的第二天,突然决定去山区支教,谁都劝不动。 就这样,东南西北,我们寝室各站一人。 虽然早已做好心理准备,分别仍让人感伤。 我,老大,老三买了同一天差不多同一时间离开的票,老二送我们到火车站,一一拥抱道别后, 我们各自踏上了自己的列车。 十五个小时后,我站在京市的火车站,按照公司发的乘车指南,找到了公司,在人事小姐姐的带领下,办了入职手续,入住员工宿舍,开启了人生的第二征程。 拿到第一个月工资,我第一时间给小叔赚了五百块,让他转交给奶奶。 一换过了大半年,又一年春节到了,老三发来信息,小四,不好意思,本来今年应该请你去我家过年。 可惜,你要不介意,来京市,我们一起过年。 你不回家吗? 家? 我还有家吗? 没有,虽然我挺想回去看看奶奶,可回去免不了跟我妈碰面,一想到前年回去的遭遇,我宁愿把对奶奶的思念埋在心里。 不回? 那你在京市等我? 老大老二得知消息,都说要来京市过年,我们四个又聚在一起了。 令我意外的是,跟老大一起来的,还有一个男生。 看着两室一厅的日租房,我皱起了眉头,这下怎么住? 老大主动介绍道,这是我表哥,顾文谦,他是来相亲的。 你们也看到了,我表哥长得帅,高,还有钱,名副其实的高副帅,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,我决定让你们先内部消化。 老三连忙举起手,我有男朋友了,反应要不要这么快? 于是,三双眼镜齐刷刷落在我脸上,小四,这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 头顶仿佛有一群乌鸦姑姑飞过,老大拍着顾文谦的肩膀补充,老哥,要不过晚年你跟公司申请调到京市的分公司,这样你和小四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异地恋了。 顾文谦竟然说了一句,好。 顾文谦文质彬彬,温和有礼,心系,很懂得照顾人。 从小缺爱,感情一片空白的我很快对她动了心,加上老大这个神助攻,认识半年后我们正是在一起了。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奶奶,奶奶高兴得何不拢嘴,接连说让我带回家给她看看。 我跟顾文谦说了这事,她想都没想,就说,那就国庆回去吧。 可国庆不是要去你家吗? 我跟我爸妈说改道过年。 这,会不会不太好? 不会。 她握住我的手,认真道,奶奶年龄大了,我们要以她为先,我爸妈还年轻,可以等。 我伸手还住她的腰,谢谢你,文谦。 三个小时的飞机,开车两个半小时,下午四点,我再次出现在了村口。 与我一起的,有顾文谦,还有她那辆租来的大众帕萨特。 农村的消息总是传得飞快,我妈听说我带了男朋友回来,还开着车,特意跑出来迎接我。 小庆,你总算回来了,这些年,你过得好不好,我们都好想你。 我妈说得真切,把对女儿的思念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如果不是深知她的为人,我就相信了。 我妈见我冷着脸不说话,又转向顾文谦,你是小庆的男朋友吧? 我是小庆的妈妈。 你好,阿姨,我是顾文谦。 你好,你好,文谦。 顾文谦走向后备箱,将早已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。 阿姨,第一次来,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,希望您不要嫌弃。 回来就回来,这么客气做什么? 我妈嘴上这么说,手却十分诚实地伸向顾文谦手中的礼盒, 眼睛还不望往后备相瞅,生怕顾文谦落下什么。 小庆回来了呀,几年不见,愈发出息了。 越来越多人围上来,顾文谦将带回来的小礼物一一递给大家, 说,抱歉,各位,我们着急去看奶奶,先试陪了。 快去吧,这些年你奶奶一直念叨着小沁呢,看完奶奶回来吃晚饭哈,我现在就回去做饭。 不用这么麻烦了。 我说,小叔小婶婶准备我们的晚饭了。 我妈的脸僵了两秒,行,那吃完饭回来睡,我们新修的房子你还没住过呢,我这就回去给你们铺床。 麻烦阿姨了。 顾文谦抢先一步开口,把我要说的话堵了回去。 晚饭时刻,我妈找上门来了。 吃饭呢? 是呢? 大嫂你吃了吗? 小叔笑着招呼,没吃的话,坐下一起吃点。 不用,我吃过了,我过来是想看看小沁。 我妈转头看向我,小沁,你吃完饭了吗? 嗯? 我妈脸上立即绽放出笑容,伸手就要来拉我,那先跟我回家,几年没见你了,我有话要跟你说。 文谦还在喝酒,我等他一起,你先回去,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 没事。 我妈丝毫不拿自己当外人,文谦第一次回来,让他陪你小叔慢慢喝,喝完了,你小叔会送他回来的。 顾文谦接过我妈的话,小气你难得回来,阿姨肯定有很多话要跟你说,你先跟阿姨回去,我稍后来找你。 我妈的确有很多话对我说,无一例外,全贯户钱。 京市的工资很高吧,不是所有人工资都高,比如说我,你一个月能挣多少? 不多,刚好够房租和生活开销。 我妈不死心,你男朋友呢,不是应该她负责房租和生活开销吗? 我们黑,她家做什么的,种地的,跟咱家一样。 她开那车全款还是贷款? 租的。 我妈的脸瞬间变了,与小亲,我养你这么大,你就找这么一穷鬼男朋友。 成心器,我不成。 自古婚姻讲究门当户对,我们家这条件,你还指望我找个富豪? 那恐怕只有老头要我了。 有钱的老头也比穷小子强。 我翻着白眼,连话都不想说。 与小亲,我告诉你,没有三十万,欧布五十万彩礼,你休想嫁给那个穷小子。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,顾文谦便从文谦变成了穷小子。 我妈这脸翻得简直不要太快。 见我沉默着不说话,我妈一巴掌拍在我头顶,听到没有。 我缓缓抬起眼眸,悠悠道,你觉得你做得了我的主。 我妈气得不轻,抓起扫帚就要朝我招呼。 与小亲,你翅膀硬了是不,敢这样跟我讲话? 我盯着我妈,你打一个试试。 我不信你还能翻了天不成。 就在扫帚即将落下的前一秒,门外传来了小叔的声音。 大嫂,小亲,我把文谦送回来了。 我连忙跑出去,拉起顾文谦,走。 这是怎么了? 小叔疑惑地看了我一眼,当时陷落在我妈还举着的扫帚上时,瞬间明白了。 大嫂,有些话原本我不想说,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 你改嫁,我们瑜伽没意见,你拿属于小亲的钱养你的儿子, 我也不说什么。 但能不能麻烦你对小亲好点? 她毕竟是你的亲闺女,你看看这些年,她过得都什么日子。 借着酒尽,小叔把憋在心里多年的话说了出来, 还是怪我没本事,但凡我有点能力,也不至于让小亲跟着你受苦。 我妈的嘴张了和,和了张,反复了半天,仍找不到理由反驳。 眼眶色得厉害,我拽住小叔的胳膊, 小叔,别说了,我和文谦送你回去。 我没喝多,自己能回去。 我和文谦也要走。 我和顾文谦一左一右,掺着小叔往外走。 楼上突然传来小伟的声音,他身上的衣服就是我要买的联名款, 还有那双鞋,要三千多。 我妈一听,连忙跑过来,拉着我,床我都铺好了,就别折腾了。 一直没露面的王叔,也站了出来,你妈就是这性格,小亲你别往心里去, 大晚上的离开,多让人笑话。 几年前把我赶出家的时候,怎么不怕人笑话? 我冷哼着眉之声,顾文谦询问地看了我一眼, 转头问王叔,王叔您有什么事要说吗? 也没啥,一家人难得聚聚,聊聊家常, 顺便谈一下你们结婚的事。 王叔开门见山,你们结婚,彩礼这些怎么打算的呢? 小沁如果打算长期在京市发展, 我在京市给他按揭一套房。 如果小沁愿意跟我回我家那边,房子全款。 另外,再给小沁买一辆五十万左右的车。 就这些。 抱歉,王叔,目前我只有两百来万,只能给小沁这些。 如果您觉得不够,等以后我有能力了,再给小沁慢慢补上,放心,绝对不会委屈小沁。 等等。 我妈反应过来了,房子车子都是小沁的,这么说,没有我们什么事了。 顾文谦笑着说,阿姨,跟我结婚的是小沁,房子车子自然是给她。 我妈蹭地站起来,尖叫,那我岂不是什么都捞不到,白养她了。 怎么会白养呢? 阿姨您放心,小沁就算跟我结婚了,她还是您的女儿, 以后您老了或者生病啥的,我们不会不管您的。 文谦,你第一次来,还不懂我们这里的规矩。 王叔吸了一口烟,缓缓道,我们这里嫁女儿,彩礼都是给女方父母。 如果把彩礼钱换成车子房子,车子房子也不能写女儿名字。 我和你阿姨年龄大了,拿房子车子也没用,所以房子写小伟的名字就好。 考虑到小伟现在还小,车子就留给小沁做嫁妆,等小伟长大了,你再重新给她买一辆。 哼,想得挺美。 顾文谦用力捏住我的手,抢在我开口之前出生。 既然这样,王叔,我们家乡,嫁娶也有个规矩,就是女方的嫁妆需要是男方给的彩礼的两倍。 两倍,你怎么不去抢? 阿姨说笑了,抢可是违法的。 顾文谦依旧保持着得体的微笑, 言语极具杀伤力又不失礼节。 之前考虑到您家情况,我和小沁又真心相爱,也不在乎嫁妆。 既然王叔提到了规矩,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一下。 这样才对等,谁都不委屈谁,您说是不。 要我们加出双倍的嫁妆,那是不可能的。 与我,也是。 你什么意思? 房子车子写小伟的名字,也是不可能的。 那你们甭想结婚,这个恐怕您说了不算。 顾文谦拉着我,从椅子上站起来,时间不早了,不打扰王叔和阿姨休息了。 转身之际,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后面飞过来,来不及反应。 顾文谦一个闪身将我护在怀里,接着是茶杯落地的声音。 阿姨,念您是长辈,刚才这动作我只当您是无心的。 说完,顾文谦带着我大步朝门口走去,把妈妈粗鲁的骂声和东西落地的声音抛在了身后。 去镇上的路上,顾文谦问我,你毕业是不是一年多了? 怎么突然问这个? 我记得大学可以免费保留两年户籍,你要不要在到期之前把户口签到我家? 这算是求婚咩? 我憋住不笑,两倍嫁妆,我可给不起。 不要嫁妆,只要人就行。 顾文谦偏头看向我,怎么样,于小姐,要不要考虑一下? 看你表现? 今晚我一定好好表现,保证让你满意。 我,春节,我和顾文谦回她家见了父母,顺便领了结婚证。 顾文谦问我,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吗? 我摇摇头,她应该不想听到这个消息,因为她没有得到想要的彩礼。 我把照片发到宿舍群,老二立马发过来一个可怜兮兮的表情。 本以为我是第一个的,结果被小四抢了先。 谁叫你找个独言的男朋友呢? 活该。 说得好像你结婚了一样,不要整那些没用的。 老大跳出来了,今天的主题的恭喜,我们小四成功步入已婚妇女行列。 话说回来,你俩认识才一年,这速度是不是推快了点? 天,小四你不会怀孕了吧? 我要当干妈? 我也要当干妈? 你们说生男孩好还是女孩好,要不直接生对龙凤胎,一步到位。 龙凤胎好,来,我们一起想想孩子叫啥名字,头顶仿佛有一群乌鸦飞过。 再见到我妈是两年后,奶奶病危,我和顾文谦赶回去想把她送到省城的医院,被奶奶拒绝了。 奶奶说她不想死在冷冰冰的医院,活了这么多年,是时候去陪我爸了。 握住奶奶枯瘦如柴的手,我的眼睛像打开的水龙头,泪水一直流个不停。 奶奶走了,料理完奶奶的丧事,小叔拿出两个布袋子,一个给我,一个给堂弟。 给我的那份是这些年,我让小叔转交给奶奶的钱,他没舍得用,一直帮我存着。 给堂弟的是奶奶自己存的钱,不多。 见我不接,小叔强行将袋子塞到我手中,拿着,不然你奶奶在天上都不会安息。 泪水再次模糊了我的视线。 从小叔家出来,我妈叫住了我。 小沁,给我点钱。 要多少? 我妈伸出十指,我以为是一千,刚准备打开钱包,却听我妈说,十万。 手中的钱包差点掉地上。 我妈说,你弟弟进了少年看守所,保释费要十万,我拿不出来。 小伟静看守所的事,我听堂弟提过,说是因为抢劫。 我记得我爸当年的赔偿款有三十来万,你怎么会十万都拿不出来。 我妈瞬间来气了,家里修房子十来万,你王叔买车七八万,这些年你和小伟的开销,不要钱吗? 你有出过一分吗? 我和小伟的开销? 我笑得比哭还难看。 小伟从小穿的都是新衣服,长大后更是各种名牌,要啥有啥,而我呢? 不想跟我妈在这种没用的问题上纠缠,我说,我没钱。 我妈抬手就要打我,被顾文谦挡在了前面,我妈立即转为大豪。 与小沁,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,那可是你的亲弟弟,你怎么能见死不救? 犯了错就该接受惩罚,何况小伟之所以有今天都是你们惯的,我没有理由为你们的错误买单。 小伟之所以抢劫,是因为我妈实在没钱给她打游戏了,这些年我妈和王叔挣的钱都被她霍霍光了。 你要怎样才肯出钱?我妈不死心,怎样都不会出钱?信不信我到你单位,到你婆家大闹,让你单位开除你,让你婆家把你赶出去,我不好过,你也别想好过。 只要你不怕老了没人管你,随你便。 看着我妈那张气道抽筋又碍于顾文谦而不敢把我怎么样的脸,我还是有几分不忍, 念你生我一场,法律上我有赡养你的义务,所以以后我每个月给你五百生活费。 五百?还不够小伟一个人花?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?我和你王叔不用吃喝吗? 等小伟出来,我们还要给他买房娶媳妇,这些钱都得你出。 不要算了。见我收回手里的钱,我妈连忙说,五百就五百,有总笔没有墙,拿来。 我把钱放到我妈手里,拉着顾文谦头也没回地离开了。 车上,顾文谦握着我的手,昨晚堂弟说等他工作稳定了,就把小叔小沈接到城里,以后我们再也不回来了。 我回握他的手,好,再也不回来了。